日前大陆发布了 诚挚台独二十条意见之后 民进党开始反制了 不是这个反制 因为本来就反制 也不是最近才开始 总之民进党也提出对策了 陆委会直接宣布 跳过了辉煌两极 一口气直接提升 赴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信号 为橙色 非必要不建议前往 消息一出旅游相关股票大跌 是不是民进党提前做空股票 不知道教训到哪个大陆人 但先让台湾人赔钱了 如果比照一下 目前对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警示 比如有流感 新冠疫情的地区 警示为黄色 表示陆委会觉得 去大陆比去这些疫区还要危险 去一个到处都是传染病的地方 不危险 去大陆 好危险 很显然陆委会已经疯了 那陆委会后来要改口 这不是对大陆的反制啊 只是为了保护台湾民众 真的连民进党都不相信了 旅游业当然就痛苦万分 很显然的 是没有办法来做生意了 本来团体课的生意已经做不到 那就期盼能不能做一些个人的 这个自由型的生意 但现在显然的也没有办法 就你要帮忙订购机票啦 订购酒店啦 或者安排住宿旅游啦 这些通通都没有办法赚钱了 航空业当然也没有办法赚钱 所以民进党所谓的要对付大陆 教训大陆 结果都拿台湾的旅游业来开刀 我觉得这个城市灯号一来来得太急 因为没有让我们有事先的心理准备 二来就是说 层级是不是有一下子跳得太高 比较属于防堵的一个方式 会弄得两败俱伤 对整个台湾的经济 并不见得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我昨天从深圳回来 我去跟回来都客机都是爆满的 一切都顺利吧 七八七全部都是爆满三百多个人 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可是去跟回来大概都是台湾人 都是台湾人 他这个也是在讲台湾人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听到有人在谈这件事 怕了 真的怕了 跟这个深绿的网红去了都说 大陆好好玩 有难道要橙色警戒 年轻人去到大陆都喜欢大陆 那怎么办 那民进党混不下去了 骗不下去了 就怕真相被发现 那陆委会给了个理由 叫近期有很多台湾人 遭中共有关部门 非法扣押 留置盘查等案件 严重威胁附入的人身安全 首先呢 有两个大错误 第一 如果台湾人被大陆抓了 一定是符合大陆法律 怎么会叫非法呢 第二 哪有什么很多人 台湾人被大陆盘查 在民进党禁止团体旅游的状态 去年有180万人次去大陆旅游 17万人次去工作 那发生了到底是几万件 还是几千件被大陆盘查的案例呢 陆委会说 实践 这比民进党在台湾 把反对民进党查水表的人数还少了 陆委会 这当然是配合赖清德与民进党上下的造谣 说大陆吧 大部分台湾人都会当台独分子 所以去大陆就会被抓起来 吓唬台湾人 但根本经不起事实考验 前民进党明代郭正亮 上周才从深圳回台 他怎么没被抓 难道因为他没有被 所以没被抓 他说航班客满 那那么多人怎么没被抓 上个月海峡论坛 更有六千多台湾人去大陆平安返台 怎么没被抓 梁文杰说要登记才能去 登你个鬼 登什么记呢 我过几天就要去 我才不登记 亮哥有登记吗 好像也没有嘛 大家去 谁在登记啊 不要管他 本来就没有拘束力 而且实际上到底要登记什么 我们的证件一扫就出去 那实际上出入境的记录 本来民进党就能够全盘掌握 到底有啥好登记 我登记还要告诉你 要去那边干嘛 对不对 那这不就是像先前我们在讨论 那杨成林要去大陆找老公 还要登记说我去大陆唱歌 我去大陆找老公 民进党要管这么详细呢 那民进党就管 好不好 我是非常的建议民进党的把持 一定要把持住 坚持住 对台湾人民无恐不入的恫吓及恐吓 一定要继续撑下去 因为那崩的月景 松开的时候 台湾人民才会感觉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是会去玩 就算神圣警戒 我还是会去玩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去外面 就是认识一下环境啊 还是交流一下之类的 我有蛮多朋友 就是大陆朋友 就是交友团体认识的 然后就他们就其实人蛮好的 然后他们会一直叫我讲话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很可爱 就想对立我们两岸关系嘛 大青岛没有必要这样啦 对 为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必要搞这样啊 就能玩就玩嘛 没有必要不让我们去玩啊 还是可以去玩啊 玩一下也不会影响到什么 对 只是去玩而已 不会被抓走 现在有一点震惊 因为橙色的程度 其实已经跟以色列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耶这个 什么都很可怕 就是为什么要去这样去挑衅对岸 就是把它变橙色 那人家对岸也没有怎么样 我还是会想要去耶 还是会想要去大陆那一边玩 为什么 因为想去吃大陆的美食小吃 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外婆见面 你外婆在大陆 对 说实话台湾民众当然很两极 会去玩的还是会去玩 但是说害怕不去的 那就是绿营支持者 比如台湾人赴香港旅游 民进党先前指控了 去香港玩也会被抓起来 比较疫情前后 2019年5月去香港有14万人 今年5月去香港有9万人 有没有少呢 有 但少掉的比例 大概就是死忠绿营的比例 所以民进党骗大家别去大陆 有没有效 很可能对基本盘有效 民进党一再强调别去大陆 针对的也是死忠的支持者 总之呢 这个在台湾呢 听民进党洗脑 认知作战 这个大陆高铁没靠背啦 人人住土房啦 吃田鼠啦 北上广深都是鬼城啊 这就是民进党的用心啊 不愿意增加两岸航班 不愿意解除去大陆的团体旅游禁令 还告诉大家没必要别去 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两岸交流 让台湾人对大陆充满陌生 然后煽动仇恨 最后票投赖清德 虽然赖清德的谎言 骗不到我们这些有脑的人 但只要他能多骗到一个人 让一个本来想去大陆游玩 因为看到民进党造谣 大陆会抓人而不敢去的 民进党就成功了 所以两岸交流不仅重要 而且持续宣传散播更重要 大陆近期各地推出 144小时免签 让世界各地的网红到大陆 获得大量好评 西方人自己会来东方 感受什么才是文明 先进 强盛 发达 欧美朋友很疑惑 因为他们的政府一边告诉他们 中国是西方世界的巨大威胁 一方面又告诉他们 中国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这个弱智逻辑令人好奇 中国是怎么做到西方媒体宣传的 既强大又落后 既科技又野蛮 只要开放签证 这些西方不缺钱 智力不低 拥有正常思辨的年轻人 一定会过来看一看 只要他亲身来过亲眼看过 他们一定会明白 这个世界上有人在撒谎 有人把自己的人民 关在粪坑里 关在井里 所以民进党 党得了一时 党不了一世 继续封锁台湾人 封锁期间大陆越进步 未来民进党翻出井里 看到的大海越加宽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